義古代上面都是寫的很窄啊 每一家都一樣 不過它跟現在的字的 就完全不太一樣了 這間隔距離自己要抓好啊 油的話呢你就會知道 車會長得比較高 然後旁邊的油會長得比較低 視線要大概就算好 大概要怎麼寫它 那油這邊長得比較低 因為它沒有塑化可以往上升啊 那唯一它可以伸展的 大概就這個比方 這邊它可以伸 這邊它來伸 一人顧一邊 然後這邊是中宮 所以這塑化稍微靠裡面會比較好 那我有講過 這個塑化在古代 很喜歡穿到上面去 現在基本上不穿透了 那古代就是會穿透 所以你寫穿透也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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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左邊不用伸長啊 你左邊等一下會跟納 上面是鈉 好了,連續兩個鈉還好 要連續三個鈉就好了 俗 俗就寫古代的 比較好寫 現在的俗啊 寫起來不好寫也不好看 所以有時候不要 你以為那書法家寫古字好厲害 寫古字才好看 寫現代字真的很多字拼起來都不好看 主要原因是因為 大書法家沒寫過 你就不知道該怎麼寫才會最好看 而這些古字啊 大書法家都寫給你看了 當然容易啊 這裡有的有點有的沒點 不一定啦 都可以 而我不想寫扁的話 這個橫畫就不要伸長 不是看到橫畫都要伸長 有時候我們很想把字寫扁 寫長一點 那橫畫就寫短 我想表現這種修長的樣子 那橫畫就寫短 像這種筆畫 樹畫可以長得比較高 因為右邊是橫畫 所以它不會 會降低 如果右邊是樹畫 它又會長高 所以原則上寫字還是有一定的道理 那我們在林鐵就是想辦法知道古人 這些偉大的藝術家 是怎麼安排字的 強的現代字也是很難寫 多包塔裡面 顏真卿會寫成這樣子 但是如果是其他唐朝凱 是不是點跟挑 這是另外一個方式 好那這邊叫中宮 所以寫字的時候 我們會盡量把筆畫靠中宮 靠著中宮 那右邊不是中宮 它可以伸長 所以它這邊是可以伸長 然後回的話 筆畫也是靠這個 間隔間隔間隔 還是往裡面收 所以這裡看起來比較完整 比較像身體的結構的中心 我們叫中宮 鋸 魚是三橫 所以這個 這個 拉直一點 拉長一點 這樣三橫就擠進去 好 好 上 上 上 好 這個 這個 挺直一點 因為這邊的空間 這邊要窄三分之一 另外留三分之二給右邊的 筆畫比較多的 站三分之二 拉開 口在下方都會寫得比較扁 因為這樣會比較穩 餐我們來挑戰一個高難度 這個餐怎麼寫都難寫 這裡為什麼要點呢?因為這邊很麻煩 主要是這邊處理起來麻煩 這邊有三個那有兩個 如果要的話 這邊是唯一可以稍微生長的 待會下面就變點 否則這個字會發現你有很多燕尾很多那 那如果說你把那都變成點那也可以 點是可以重複出現 那那一般都不容許 我以前講歷書的時候叫燕不雙飛 其實凱書也一樣 燕不雙飛啊 那這裡一個那 這裡兩個那三個那 那這兩個變點這個變那 這樣配起來才會看起來比較正常一點 啪 反 蠟皮也碰到沒關係 最後這個蠟 俏皮一點 它的蠟其實弧度跟彈性都非常的好 空間有限 寫小心一點 然後這個看你要兩點或一點都可以 所以我有時候寫兩點 有時候寫一點 目的就是稍微有點變化 因為這兩種方式在多巴塔裡面都一直出現 所以你可以混合著用 寫杯的字體的話 我這裡都不太延遲 多巴塔經常那個口其實還 在我看來覺得它大部分都連得比較緊 這個不用太長 理由很簡單 下面還有一個福爾溝 有時候藤化拉不拉長 要看它是不是足筆的話 如果不是 像這個還有福爾溝 福爾溝最外面 長 可以還是直一點 上面大部分都寫的比較窄 幾乎每一個書法家皆如此 平序兩個十了 那就稍微變化一下 變化 變化有時候 直點啊斜點啊 那就是變化 有沒有連到啊 這裡沒有連到 這裡是變化 連到也是變化 沒有連到也是變化 你會覺得就是要差一點點 對啊 但那差一點點就想不出來 要差很多 沒有辦法 而且你要維持一個字的風格 你不能這裡流體突然變歐體 或者知道突然變什麼體 那也怪啊 那當然還有輕重 輕重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連 有沒有連到也是很好的方式 就想辦法把可以做的都拿出來試試看 藝術是試出來的 沒有說哪一個公式可以套 試試看好不好看 那這邊 這邊斜窄一點喔 主要下面還有 還有點 所以這個 比你想像中來的短 左邊 中間 右邊 好 在下面 嗯 在下面應該是兩橫 但是後來都變三了 所以自己要打定足 因為兩橫跟三橫的結構體不太一樣 長短不一樣 三橫的話大概是 中 長 中 短 長 那兩橫的話就不會這麼寫 這個束畫不用太長 雞 雞要束直一點喔 不然旁邊擠下來 這個字會變得比較扁 太扁了 所以這時候我就盡量往直線 方線拉 橫線寫短 嗯 這樣就很窄 然後當然是要靠近啊 中間要留一個縫隙 那我們來寫 顏真卿的寫法 顏真卿是寫一個人啊 這邊是寫一個人 唐朝就只有他一直堅持這樣寫喔 然後他還堅持這裡撇 通常他們都 這裡如果寫一個這個他就不寫了 但是顏真卿 就是堅持寫這個 所以我常常被人家說 你寫錯字寫錯字 因為他們沒有寫過顏真卿啦 他認為唐朝凱書大家寫的都一樣 唐朝凱書 他的唐朝凱書 他的唐朝凱書也是 上面一橫跟一撇就省了 這個方式很多人寫啊 倒是 倒是不能說他錯 確實有人這麼寫 感覺上面少了一頂帽子 但是就是不算錯啦 但是就是不算錯啦 大概這兩個字啊 就要一人一半 這個米啊 也不一樣 米應該只有三分之一 但是因為他這裡深長 感覺好像很大 其實他結構體並不大 這邊剩下一半給這個朝 那朝有古代的寫法跟現代的寫法 那我現在要寫古代 為什麼不寫現代 因為感覺很難擠進去啊 因為古代的寫法 這個朝只有一束 現代寫法要寫兩束 古代寫法寫一束就好了 因為這裡空間已經不足了 你應該要寫兩束 那擠進去擠得很辛苦啊 這個康也是難寫啊 主要難寫他有個平 那同樣兩個米 有講過齁 就是說要寫得有點不太一樣 粗細長短都是很好 的一種變化方式 然後康 這個皮肯定要寫紫一點啊 這個皮肯定要寫紫一點啊 雖然小點的話是要清楚 小點的話是要清楚 就會知道 這一種正確的 你會不會太多了 你會不會太多了 這個皮肯定要寫得到